我只會講剛剛那幾句英文 正如大家所見 我是國內目前為止 打橄欖球最瘦最輕最小的球員 一提到橄欖球呢 大家可能第一個印象就是 野蠻 衝撞 受傷 沒錯 我第一次接觸到橄欖球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想法 2009年的11月 我加入到廈門本地的一家橄欖球俱樂部 那麼加入以後的第一週 我就參加了第一次的正式比賽 比賽是在杭州師範大學 對手是杭州西湖海盜隊 那麼在出發前的前一天呢 隊長告訴我們 我們要讓每個人都上場 我當時覺得非常驚悚 我是不是要掛在了杭州 並且回不來了 所以我當時非常緊張 我連夜去買了很多很多裝備 大家看到 我的襪子裡面裝的是護小腿板 為了是不讓我的腿被人踩斷 我的膝蓋上是一個非常厚非常厚的護膝 這個護膝我試過 貴搓衣板 完全沒有感覺 我還買了很多 買了護齒買了護肘 當我覺得萬無一失的時候 這個比賽直到結束我都沒有上場 我當時沒有覺得很遺憾 我只是覺得luckily 我安全的可以回到福州了 但是我回去的時候 問問我的隊友 為什麼當時不讓我上場 是不是因為我經驗不足 我隊友回答是 不是的 隊長看你很害怕 就沒讓你上去了 但是我覺得很慚愧 真的很慚愧 那麼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呢 我又可以上場了 我人生的第一次正式的上場 是在廈門 對手是成都熊貓隊 成都熊貓隊 那麼當時我沒有裝上 我之前買的這些裝備 所以我體重又降低了不少 大家看到我只有一個護膝在 那麼當我上場 人生上場的第一分鐘內 一個球從五米外的高空 朝我飛過來 我只有一個想法 抱住它 那此時當我抱住這個 剛上球的時候 一個180斤的老外 朝我飛撲過來 我直接被他撲出去 飛出去三米 從界內到界外 落地 向後翻滾兩圈 翻滾的時候我想完了 我的腰斷了 起來的時候很意外 沒事兒 但是同時又想 我第一次上場就把球給弄丟了 我要被隊友責怪了 這時候老外全部衝過來 轟轟烈烈的朝我走過來 拍拍我的肩膀 拍拍我的頭 拍拍我的屁股 說 Good boy Well done You did great job 我當時很納悶 我又去問我的同學 又去問我的隊友 為什麼我今天丟球沒有被責怪呢 他的回答是 因為你勇敢毫不退縮 所以You are the best 其實我當時不是不害怕 我來不及害怕 球飛過來 我還沒來得及反應 我只有一個念頭 抱住球往前衝 並且把球傳給我的隊友 讓他去進攻 我只有這一個想法 這時候我才明白 橄欖球的真諦 並不是輸贏 輸贏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勇敢毫不退縮 You are the best 所以在橄欖球外的世界裡 我勇於挑戰 毫不畏懼 我相信自己 同時我也相信我的隊友 所以我將我們橄欖球 更重要的一面 交由我的隊友 彭峰來展示給大家 謝謝 大家好 記得前一段時間 我們在看這屆 橄欖球世界盃的時候 我有看到有一位解說 曾經介紹到 為什麼橄欖球在新西蘭 這麼受歡迎 當然原話我可能不記得了 但是它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因為新西蘭整個國家的這種民族的精神 跟橄欖球之間運動所要傳達的一種精神 是一種高度吻合的狀態 所以說在新西蘭 橄欖球是最受退從的 它是國球 那麼說橄欖球的精神是什麼呢 按我的理解 勇猛 頑強 敢於挑戰 橄欖球不同於其他的團體項目的一個 非常顯著的特征是 所有的隊員 不管是場下的 還是場上的 在他的背後 都沒有印刷名字 這是為什麼呢 這只能說明 燙印在你胸前的隊伍的名字 永遠比你在背後的名字重要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橄欖球這項運動 最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可以說是毛里人的戰舞 Haka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隨便去在線去搜索一下 每次看的時候 我都會非常的清潮澎湃 可以說是 15個人在場上 就像15個即將出征的武士一樣 他們用內心最強大的怒吼 衝向敵人 嚇破敵人的膽 所以在我印象中 橄欖球 是最接近於戰爭的一項游戏 持球衝鋒的人 永遠要跑在第一位 他的隊友 一定要儘存他在後面 當持球的人倒下了 後面的人要接過他的重擔 一直向前 直到衝向敵人陣地取得勝利 在防守方呢 我們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當作是這條防線的最後一道關卡 誓死也要守住自己的陣地 就算死也要拖著敵人一起陪葬 勇敢的心一直向前 下面有請我們隊裡邊資格最老的忠誠給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 很榮幸能夠成為今天最後一個分享子 我想前面的包括第一位我們鄭博士跟我們介紹了關於吃的這個話題 那我想後面呢還有關於這個心靈教育等等 但是我想呢 同樣的我們認為運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 那麼橄欖球不僅是一項運動 它更是一種團隊精神 那同時呢我認為它可以提升我們的個人的人格 品格等這些問題 那12年前呢 我在大學 當時呢因為自己特別愛運動 所以很快的 就混到了血宴的田徑隊 包括足球隊 那一次敖籃的機會 同學跟我介紹了說 我們大學校隊這個橄欖球隊開始招募新人了 那我也就充著氣了 那麼很慶幸的 通過三五次的這個集訓完以後 那我正式的加入了我們當時沈陽農業大學的橄欖球隊 那麼當我進去完以後 我才知道原來我們這個校隊 之前呢曾經是東北第一支橄欖球隊的誕生地 那隨後我這個小男蠻子 事實上我的隊友都這樣子稱呼我 因為當時我在北方 我的身材可能跟我的這個安德森 當時那種比例是一樣的 那當時後面呢 我隨隊去參加了各種的比賽 在當時的全國聯賽裡面 我們整個隊伍呢也起得不錯的成績 就是盤級的第四名 應該說是非常好的了 毕业回到福州以後 那麼呢在福州 我到了一所大學裡面當老師 那麼很遺憾的是 我沒有再找到我的戰友 信氣不能得以發揮 然後呢這個不能做快樂的自己 人生沒有什麼比這更糾結的事情的 那麼不久我通過網絡通過發帖子 很快的又找到了我的這一旁哥們 重新回到了橄欖球場上 所以我剛才提到了 找到了我的第二層 因為在球隊裡面 我算比較早接觸的 然後歲數也是比較大的 這是我對橄欖球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呢今天我們整個福州 橄欖球隊已經組建起來了 剛才我們在交流的時候 幾位朋友提到說 福州這名字起得很好 有我們本地的特色 但是呢我想呢 我們今天所扮演的一個解釋 我們的規模不夠大 也還沒有足夠的實力 但是呢我想我們作為一種精神 一種參與 我們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種 橄欖球的一種傳播者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球隊呢就是說 希望在以後啊 能夠跟中小協 還有呢這種高校進行更多的交流 把這種運動呢 帶給大家 那另外我想呢 在球場上在橄欖球面前 人人都是配截 只有它 這個拖延形的 皮面的球體 它才是我們的主結 場上它是我們29個人 或者更多人追著的 30個人或者追著的一個焦點 在我大學裡面 我的教練跟我講 橄欖球就像自己的老婆 不能被別人搶走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 不管在什麼情形之下 那我想同時橄欖球 也帶給我的 我個人理解也是一種生活 給我的體會 因為我在大學裡面 總共打了三年的球 回到福州以後 就沒怎麼去接觸 只是在關注著 那我想呢 橄欖球其實是一種 痛癖快樂者的 就沒想運動 在這裡面呢 其實中間發生了很多的故事 回到福州玩以後 我自己在高校裡面 然後我也想叫我的學生 跟我一起玩 那我只有偶爾的 給他們介紹說 我應該如何去玩這個球 但是大家都很慰藉 認為這個東西真的很野蠻 很凶殘或者怎麼樣子的 所以呢 一直沒有組織起來 是非常的遺憾 所以今天我們的隊伍 已經有這樣子的規模 那同時呢 我們還有很多女粉絲 還有一些女隊員也加進來了 所以這是我認為 我們在近兩年的 所取得的一點點的成績 那麼我的隊員呢 也就坐在那裡面 大家給他打個招呼吧 好吧 好的來 站起來給大家打個招呼 對 這是我們今天的一些主力隊員 但很遺憾的 我們的教練 就是叫中道隆太郎 他是以前 福建師範大學的一個研究生 今天他沒辦法來 那我想今天我們的整個分享呢 在前面我們是一個視頻 這個視頻也是我們所有隊員 自己去剪輯的 所以做得很土 大家不要介意 但是是我們的一種精神的長達 那我想我們三個人進行分享 我們注重的就是團隊 因為橄欖球更重的是團隊精神 那我想健康 自然 快樂 真是運動的精髓 歡迎大家找進橄欖球場 歡迎大家成為橄欖球人 謝謝 我先拍一張 恭喜我要 這是初賓球場 入場 codes 你有